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因为你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 主啊 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 要欢度你的生日 巴不得耶稣 你是诞生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 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 如同三博士朝拜你 尊你为王 我们仰望你 主啊 你得着一切的荣耀跟颂赞 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 为我们设计 我们赞美你 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仰望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这本课叫做成圣神学 我们能不能从教会历史里面 或是从某一个人物 或是某一个运动 看到真的有一群人 他们用一生的努力 付了一切的代价 就是要追求成圣 能不能想到 其实云彩一般的见证人 所以这个成圣不是单单只是 我们在这里读了圣经 我们在那边在讲要追求 既然是圣经的真理 一定过去有很多圣徒 他们努力地走一条成圣的道路 在你所想到的 有没有什么运动 或者什么人 有没有 Philis Spanner 上礼拜提到 金钱运动的创办人 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还有很多的教父 有没有想到谁 真的一生爱主 专心地侍奉主 追求圣结的 甚至不结婚 任何世界的东西 完全地放弃 奥古斯丁 对 很好 这是很好的例子 还有谁想到的 有没有想到一些姐妹 这个是近代的 Mother Teresa Teresa Avila 是中世纪的 还有包括该恩妇人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从一个广的角度 想某一个运动 整个世代的人 整个运动都在追求成圣 有没有想到 初代教会 有一群人跑到哪里去啊 对了 沙漠教父 他们真的是 完全跟这个世界隔离 到旷野 专心地追求成圣 亲近神 生命的改变 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 肉体 情欲的完全的隔绝 跟功科极胜 沙漠教父 还有呢 沙漠教父之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 其实从这个沙漠教父的运动 引出另外一个运动 类似的 什么大的运动 到今天还有呢 修道院 有一群人 他们就住到深山里面 他们就是在那边 专心地祈祷 在那边专心地读经 专心地亲近神 追求圣洁 追求遇见神 所以两个大的运动 都是很好的一个榜样 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角度 有些的 牧师 他们一生的意向的目标 就是要建立一个 所谓荣耀的教会 两万人的教会 五万人的大教会 很专心 很努力 很打拼的 分分秒秒地朝着这个目标 要建立一个荣耀的 万人教会 那么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意向 调整一下 看看 你们能不能想到这个调整 我们一同放到 过了领多全书 这也是我今天 睡到半夜 五点钟的时候 突然神把这个禁文 放到我心里面 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但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类比 我们看 过了领多全书第六章 十九节 看看有谁 有这个智慧 告诉我这个答案 过了领多全书第六章 十九节 一同来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好 看到吗 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 其实不是最重要 要追求建造一个外面的 所谓荣耀的教会 更重要的是要努力追求什么 建造我们里面荣耀的圣殿 看到吗 这个圣殿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外面 最重要是你 就是这个荣耀的圣殿 我们要用一生的努力 建造我们成为这个荣耀的圣殿 真的是分别为圣 完全的属于神 完全的荣耀神 归于神 这个才是我们一生 应该努力的什么 的目标 建造我们生命荣耀的圣殿 Amen 当我们真的有建一个 生命荣耀的圣殿 外面的建造 就很容易了 否则坐在你外面 建了一个十万人的教会 你没有生命的见证 你会垮下去了 这个L.A.有所谓那个 水晶教堂 Cathletal Church Cathletal Church 这个Vincent 牧师最早期在那边 讲的是成功神学 但当他死了之后 教堂就什么 现在卖给天主教了 做了一个观光的景点 那个教堂没人去的 以前也很多 但是 你没有这个生命的见证跟全程 只是讲成功神学 人去流空 没有用的 天主教 现在全世界 人数也不少 但是 你发现 天主教的国家 真的没有 带来这个国家 把百姓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都很惊讶 其实墨西哥人 每一个都是说 他是Catholic 我每次都问他们 Do you believe in God? Ah yeah I'm Catholic 我是天主教徒 墨西哥 他们的国家是天主教 但是为什么 墨西哥这个国家 资源那么丰富 老百姓穷得要死 对 菲律宾也是 对吗 天主教的信仰没有真正带来人生命的改变 各样的贪污 腐败 你们去墨西哥 观光都看到了 除了那个观光的resort resort很漂亮 你开车出去 都是破烂的 路也是破烂的 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很破烂的 很可怜 比我们现在中国差太多了 真的很可怜 老末真的很可怜 难怪他们要逃跑过来 不要命都要跑过来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看一个教会人数多 假如没有圣洁的生命的追求 天主教大的国家 都是腐败贪污 老百姓可怜的要死 不要看那个教堂 教会的人数外表 没有用的 所以让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要追求成圣 不单单看到这些教父 沙漠教父的榜样跟见证 不单单看到这些修道事 修道院运动的见证 更重要的 我们要抓住 过年多前书 第六章 什么 我们要追求建造 我们里面那个 荣耀的圣殿 Amen 我上语 这个话是给你们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 从这个角度去看 今天早上睡到 四人都醒来 奇怪 怎么这个过年多前书 第六章 这个圣殿就放在我心里面 所以 我们从这个角度 来追求圣洁 回到我们的讲义 上礼拜 讲到一半 我们就 讲到这个西米寺的 信仰告白 讲到成圣 我们读完这个第二题 讲到树林征战 还记得吗 讲到这个征战 In Out And Above 还记得吗 上一个proposition In 是代表什么 我们的什么 老我 追性 In Inside Outside呢 是世界罪恶的潮流 跟迷惑 Outside 圣经都叫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是指到这个世界 罪恶的潮流 跟价值观 Above 空中 属灵旗的恶魔 这是 征战的实际 所以 在 这个第二题里面提到 我们要继续的 不和解的征战 情欲跟圣灵上针 圣灵 跟情欲上针 那 No.3 我们一同来读 第三 在此 掌针中 终必得胜 那 解里应许 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看到一个重要的应许吗 对 有的时候 我们的老我罪性 还有残余 没有完全钉死的部分 会有跌倒的时候 但是他说 然而 蒙神 重生的部分 借着从基督 成圣之灵 所不断供应的能力 终必得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同翻到 约翰一书 我们翻到约翰一书 第三章 第九节 知道了吗 好 一同来 凡从神圣的 就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 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 OK 注意第一 真的 凡从神圣的 就不犯罪吗 你从神得救了 你有没有犯过罪 还是有啊 这里也说 残语的 败坏的罪性啊 对不对 所以注意 我们在和尔本翻译的时候 我又说了 有些地方翻不准 因为这个 凡从神圣的 不能犯罪 他原文里面 是用一个 现在进行时代 写一下 更准确的翻译 应该说 不能继续 不断地 犯罪 懂了吗 你 可能 一时软弱 像彼得 一时害怕 怕死 善事不忍住 对不对 或者像 大卫 一时情欲的败坏 犯了奸淫的罪 但是 有神生命的 不会继续地 陷在那个罪里面 一定会出来的 就好像一个气球 你把它试试看 翻到一个水桶里面 或者说一个气球 被风浪打到 这个大海里面 在这个风浪当中 这个气球 可能转到海底里面 对不对 但是想想看 风平浪静 这个气球就怎么 会浮起来的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 有气 这就是老约翰所说的 只要我们里面 有神的道种 你看那个道 原文是什么 是种 意思是说 我们每一个基督 土里面有那个重生 生命的种子 生命的存在 就是这里所说的 然而蒙神重生的部分 这个熟灵的生命 从神来的生命 会胜过一时间的软弱的 基督是这里所应许的 不会凡从神生的 有神生命的 有神道种的 有神这个生命种子的 他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 看到吗 假如他犯了那个罪 还是一直觉得 哎呀 我很享受啊 我骗了他 我就是觉得 我比他聪明啊 假如那个人一直都是 很享受 那个犯罪的 那个好像成功 没有任何良性的责备 没有圣灵任何的责备 没有任何愿意 离罪的想法 表示这个人 没有重生 懂吗 假如真的有 重生的部分 这个生命的道种 他最终会什么 得胜的 不会一直软弱下去的 懂吗 所以将来 我们在幕会的时候 再看到一个 一个弟兄和姐妹 虽然他受洗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罪 你劝告他 警告他 帮助他 但是他假如没有任何的回忆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你就要很小心了 可能他 不是重生得救 因为从果子什么 认出出来 假如他一点果子都没有 表示说他的得救 根本就是不清楚的 不是真的从圣灵而重生的 只是从仁义上的 从情义上的 觉得信耶稣很好 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 得到很多的帮助 甚至可以得永生 也不是要去拜拜 也不是要去送礼物 最多只是来做个礼拜 那么好 很多人是从情义上的 从仁义上的 不是真的从圣灵 记着福音 神的道 圣灵把一个生命的种子 拨在你的里面 就是刚才所读的约翰一书 我们有一个道种 在我们里面 一个生命的种子 有一个重生生命 在我们里面 一定会产生能力 能够突破 那个环境的 好 所以对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所以你发现 老约翰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也讲到这个问题 十九节 所以有人说 有人开始信金日教 后来改变信佛教了 这些事有没有得救啊 我们看看老约翰怎么说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 知道了吗 一同来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逼人就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看到吗 假如这些人 离教半道 离经半道 去信了别的教 老约翰说 他从我们那种出去 表示他们从来不属于我们 从来不是主的羊 假如是属于主的羊 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周上跌倒都会回来的 所以这些都是从国子 认出这个树来 那我们刚才是读中文版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原来这些 一百二十一位的牧师 他们所写的英文的原版 的西米斯的信条 关于成圣 是怎么写的 你会发现 英文的资料呢 讲的 就是你读起来会更清楚 我们来读一下 一读来 They are effectually called and regenerated having a new heart and a new spirit grade in them 所以这就是 中文版所提到的 有效 安照而被重生的人 有新的灵跟新的心 在他们里面的 这些人 好 一同来 Are father sanctified reary and personally through the virtue at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by his word and spirit throwding in them 看到成圣的几个方面吗 跟方法吗 记得基督的死跟福活 跟神的话 跟内住的圣灵 四方面 看到吗 再读下去 The dominion of the whole body of sin is destroyed and several nuts thereof are more and more waken and mortified and they are more and more quaken and strengthened in all saving grace to the practice of true holiness without which no man shall see the lord 那么 就讲到这个罪性 情欲 败坏的情欲 会越来越被 就是减弱 然后 其他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越多越多地恢复 是正面的 再到 number two 一种来 就是我們剛才所讀的 講到這個屬令的征戰是不斷的 今生沒有一個人可以誇 是成全的 是完備的 都是像著標竿之跑 Number three In which war although the remaining corruption for a time may much prevail Yet through the continuous of pride or strength from the sanctifying spirit of Christ The regenerated part do it overcome And so the saints grow in grace perfecting holiness in the fear of God 所以注意到嗎 又提到這個regenerated part 我們裡面有那個重生生命的部分 神的生命的能力會讓我們最終會得勝的 另外一位系統神學家叫Louis Berkoff 他寫了一本很好的系統神學 很可惜他這本書沒有翻成中文 但是我在華盛的時候我們總本都要讀完的系統神學 Louis Berkoff 他對成聖做了很簡單又很好的定義 我們來讀一下 Saintification 一同來 May be defined as that gracious and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By which he delivered the justified sinner from the pollution of sin Renews him whole nature in the image of God And enables him to perform good works 有沒有看到他的定義 有些什麼味道在裡面啊 有加爾文的味道 因為加爾文強調成聖是一個什麼 神形象的恢復 所以他非常強調什麼 什麼是成聖 成聖是兩方面的 一方面是除去這個罪的污染 老我罪性 這是負面的 但是正面的是要什麼 renew 重新恢復更新 得回什麼 當初神創造人的那個形象跟樣式 Image of God 神的形象 同時呢 要有什麼 具體善行的表現 不是只是獨善其身 我上天堂 我得永生 我越來越愛耶穌 但是沒有愛人 沒有善功 這個不算是成聖 所以你發現 Lewis Perkov很短的一個定義 但是把三個重點都打出來 Pollution of sin Image of God could work 而且非常強調成聖 是聖 精靈主要的工作 好 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個定義 但是Lewis Perkov有兩本書呢 有翻整中文的 在旷野書庫裡面有 就是基督教的教育概論 還有另外一本的 可以找得到 好 好 那這個恩典與成聖呢 是我兩年前 回應這個Joseph Prince的錯誤的一篇文章 應該也印給你們講義了 那我們後期等下有空再來讀好了 再來討論分析 那現在重點呢 我們要看這個圖 看一下你們的講義 因為在我們剛才讀到西米斯的信條呢 講到成聖 不是在你生命中部分的成聖 是生命整體的 你的思想 情感 意志 肉體 每一部分 都會有一個改變 這個改變 包括什麼 這個改變包括什麼 你想想看你原來的生命 你的原來的思想情感意志各方面 原來是什麼 就是剛才 Lewis Berkhoff的定義 都是充滿在什麼 罪的污染 pollution of sin 各種的邪情 惡欲 貪心 敗壞 驕傲 自大自負 各樣的負面的罪性 會控制 污染 污染你的思想情感意志 你的魂 污染 控制你的身體言語行為 嚴重的是殺人 打人 罵人 嘴巴 你的言語行為 然後你的靈的功能 會被罪完全污染到 對一個沒有得救的人 他的靈的功能 是什麼 活蛋是死的 是死的 所以在四篇二十三篇講 對一個人得救 他使我的什麼 靈魂甦醒 可以走一路 所以我們沒有得救之前 我們裡面那個靈的功能呢 跟神溝通這個功能呢 或者領受神啟示這個功能呢 是不活的 non-functional 我個人真的有這個經歷 我從小時候去教會 但是當然我父母不是很熱心的基督徒 都是聖誕節啊 受難節啊 復活節啊 才帶我們去教堂 但是呢 我到form 5的時候 神都感動我 開始要去教堂 去追求究竟 這個基督教的信仰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就開始自發的每個禮拜六去團契 禮拜天去做禮拜 自己去哦 父母沒有教的 但是去了一段時間啊 大半年了 我也學基督徒禱告 但是我真的說真的 我學禱告好像跟空氣說話 沒辦法感受到神 好像 這個 對著天發板說話 沒辦法感受到神 讀聖經好像讀以色列人的旧約歷史 不覺得神跟我說話 只是懂得很多的 關於猶太人的宗教歷史 沒有辦法感受神 真的靈生命的功能是死的 但是感謝神 有一天 我走在路上 誒 我有沒有講過這個見證 誒 有 Harry在舉個香港有沒有 我住在荃灣 那天考完這個 Form 5的會考 沒事幹 就去逛 這是一個醫院 我記得哪天我走在這裡 就在那個轉角 就在這個corner呢 碰到 從小認識我的一個傳道人 他那個時候沒有結婚 我們就結婚了 後來他做了蔡牧師的師母 就是那個甘泉雜誌 每期在香港的甘泉大會 都請那個蔡牧師講到的 後來做了蔡師母 這個師母呢 就在這個轉角 不遲不早 都在這個地方 我跟他相遇了 他就問 誒 你怎麼啊 知道你會考了啊 有沒有什麼活動安排啊 我說沒有啊 誒 明天剛好 我們就會有個退休會 我幫你報名 你明天去就對了 誰就幫我報名了 傻傻的就去到那個退休會 聽了一天 聽了兩天 聽到第三天 誒 開始有點開窍了 但是還沒有完全懂 沒想到呢 徐安慧最後那天呢 有一個基督徒 我還記得他姓徐 我真的很感恩他 神就感動他 他就跑來跟我個人談到 他說 黃偉誠 你知道什麼叫重生得救嗎 我說 不知道什麼叫重生得救 他剛剛講重生得救 要怎麼認罪 悔改 然後要借待耶穌 寄到你心裡面 讓耶穌在你裡面 有神的生命 你才是重生得救 你才能夠經歷神 我說好啊 怎麼重生得救 你跟著我祷告 他都祷告一句 我就跟著他祷告一句 這個沒想到啊 一祷告完 一打開眼睛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我發現 哇 怎麼當我一打開眼睛 整個世界好像跟以前不一樣呢 好像特別亮啊 而且心裡面真的有平安 有那個缺距 耶穌在我裡面 那個時候我再慶祝重生得救 從此讀聖經 哎呀 豬有感動 祷告才能夠體會到好像跟天父溝通 特別當天晚上我做那個祷告 因為那個時候常常失眠 很喜歡看書 去到圖書館 天文地理 馬列毛蒜 李敖的書 你看四十幾年前我都開始讀了 李敖所有的書我都讀過了 傳統的獨白啊什麼 都在讀 很喜歡讀 照來一讀完 到晚上就想事情了 怎麼救中國啊 怎麼公益啊 什麼民主啊 想這些事情啊 想到奇力快快 還睡不著啊 三年失眠啊 好痛苦啊 結果第一次跟耶穌祷告 我說耶穌啊 我今天信任你 重生得救 求你幫助我 今天晚上不要再失眠 中間簡單禱告完 我人家就睡著了 以前都好痛苦的 要數小羊啊 要一月三十啊 反正搞來搞去搞得 凌晨兩三點都睡不著的 很痛苦的 那個晚上一下就睡著了 三年的失眠 從此好了 你說是偶然嗎 哎呀真的是 但是祷告有效啊 跟神祷告溝通 真的是 it works 就開始 就開始祷告了 從我 從那個就開始 靈魂蘇醒 假如你的靈生命功能 沒有被聖靈在你裡面來更新 讓你的靈功能 蘇醒過來 你沒有辦法 跟神祷告 你也沒有辦法 領受神的啟示 讀聖經只是讀一些資料 沒用的 你要讀到神對你說話才有用 因為主對你說的話 才是靈 才是生命 才能夠讓你的靈活過來 才能夠讓你的生命活過來 所以從生要注意這個圖 沒有得救之前 沒有這個白色的 所有都是黑的 醉的污染 當你得救之後呢 這個白呢 可能是 只有一點點 什麼叫成生的追求呢 就是這條線會怎麼 越來越往 右邊 在乎你的努力 跟追求 跟聖靈的幫助 跟話語的教管 這個成聖 會影響到你的思想 情感意志 影響到你的語言行為 影響到你的靈情 靈覺 靈知 領受啟示 禱告的能力 各方面都會影響的 那靈的功能 你看到上面的尖頭嗎 主要是更神的溝通 魂是你的思想情感意志 包括你的價值觀 的改變 那麼身體就包括你的 很多的生活的習慣 會改變 不好的習慣 抽煙啊 喝酒啊 罵人啊打人啊 這些不好的身體的習慣 會改變 所以成聖 不是單單只是 這個所謂的靈的部分 靈的功能 你的魂的功能 你的身體 應該是整體的 都會有個改變 但是呢 我們中國教會 過去有一位傳道人 叫尼陀生 我不知道在裡面 有沒有讀過他的一本書 叫《熟靈人》 有沒有讀過《熟靈人》 有人讀過一下 他裡面的東西 不要照單傳授 很多東西 是不成熟的 因為是他很年輕的時候 寫這本書 那他基本上呢 認為 什麼是熟靈人 就是原來 在亞當裡面的舊造 一些神 在亞當裡面的創造 他叫做舊造 都是不好的 都是屬於天人人 我們今天 只有在幕後的亞當 那個熟靈人 他只強調熟靈的部分 魂的部分 是屬於老亞當的 不好的 所有的這些 事實上的 思想情感意志 都是屬肉體的 都不好的 所以呢 他的成生觀是 我們人 他認為人有三個單元 就是靈 體跟魂 他否定 他認為魂呢 是屬於老亞當的 天然人 這些自然的情慾等等 都是不好的 他認為 在我們裡面 有靈 這個獨立體 跟這個魂的獨立體 要爭取 控制這個身體 假如你的身體 被這個魂 控制呢 你就有世界的道路 作為犯罪 作為跌倒 就活在老亞當裡面 假如你的身體 被靈來控制呢 你就是個熟靈人 甚至不結婚 不嫁娶 都很快樂 甚至從他的觀點 好像婚姻嫁娶 都是有罪惡感 其實都是屬於老亞當的東西 所以基本是否定 魂 情感意志很多的東西 那他認為呢 一個巨徒 你一生 就是面對 靈跟魂的一個征戰 這個魂跟靈在靈裡面打來打去 看是魂得生呢 它是靈得生 控制你的身體 所以你的身體 就變成是那個戰場 Battlefield 會所的基督很辛苦的 常常要面對這種 裡面的魂與靈的一個征戰 跟征戰 這是他們的乘生觀 但是主流教會 特別改革中的教會 不接受這個三元論 不接受人是三元 人基本上是二元人 身體 靈魂 就像耶穌所說的 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不要怕他 耶穌在原文裡面是用 受這個字 不是說 殺身體不殺靈 不殺魂 你不要怕他 不是人有三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看那個講義 我剛剛補充了這個講義給你們 來簡單的說明一下 究竟我們人裡面是有三個部分 有三個component 是三元人還是二元人 因為這個是關乎到成聖的一些基本觀點 那麼接受三元人的觀點 他說你沒有得救之前 你只有魂跟身體 當你得救的時候 有個新的靈跑進來了 你變成一個有靈的人 就有三部分了 你沒有得救之前 你沒有這個靈的 你只有魂跟身體 當你死的時候呢 身體躺在棺材 魂飛出去 靈也飛出去 因為他認為人有三部分嘛 靈跟魂是不死的 這是三元人的一個看法 這是三元人的一個看法 但是主流教會認為 是三部分的功能 不是你裡面有三個component 有個靈存在 飛出去 飛進來 有個魂飛出去 死了 身體留在那邊 不是有三個component 不是有三個entity 而是有三個功能 有靈的功能 跟神溝通的 有魂的思想情感意識的功能 有身體的功能 所以呢 基本上 主流的神學 是用二元三用 聽懂這句話嗎 我們是二元人 神用塵土 是物質部分 做了我們的身體 然後用到口中的氣 吹到我們裡面 我們就成為一個有靈的活人 所以是神的靈 靈帶來我們的靈魂 跟物質是兩部分 不是有物質部分 有魂的部分 有靈的部分 不是 但是在聖經裡面 基本上 會提到 這個 有三方面的靈魂體的功能 是我的靈魂甦醒 我裡面本來就有一個靈魂 只是這個靈魂裡面的功能 沒有被甦醒 不是本來沒有 本來就有靈魂 只是這個靈魂的功能 沒有完全的恢復 所以要甦醒過來 是二元三用 那麼基本上是指著三個功能 這個很簡單 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你看看馬可福音 你看看馬可福音 在馬可福音 在馬可福音 靈魂 靈魂 靈魂的愛神 看到嗎 難道 這裡提到四個 心 性 毅力 就 人裡面只有四方面的部分嗎 不是 是指到我們解四方面的功能 所以 提到四方面 不是指到四方面的存在在我們裡面 有一個心的存在 有一個so 原來性是原本是so 有一個so的存在 有一個這個mind的存在 又有一個這個body的存在 是指到四方面的功能的表達 所以 要把這個entity跟function呢 做一個區分 那麼這個資料呢 基本上 應該是發更多的時間在系統神學去講的 然後我就不發太多時間了 我只把大家拿出這個講義 我只講一兩個重點就夠了 就把它跳過去 那麼 基本上呢 要記住在聖經裡面呢 這個魂跟靈這兩個字啊 在希臘文 在希臘文 你看到一個suche 一個luma看到嗎 number c中間的部分 看到嗎 看到這個我們剛剛學的希臘文 suche 看到luma這個字嗎 這個放著魂 這個放著靈 記住 在聖經裡面呢 這個靈跟魂呢 常常是同一字 有時候去描寫 人裡面那個看不見的部分 有時候描寫是魂 有時候呢 描寫人裡面那個看不見的部分呢 它是描寫做靈 所以 魂跟靈呢 其實常常都是一個 同一字 類等的同一字 來描寫我們裡面看不見的靈魂 所以 譬如說 耶穌在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節 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記住 那個靈魂是用suche這個字 但是呢 到了過零多前書 五章第三個第五節 我們打開這個聖經看看 高人多前書第五章 你看看保羅怎麼去描寫 一個人的兩部分 第三節 一頭來 我身子雖不在你們哪裡 心卻在你們哪裡 好像我親自與你們同在 已經判斷了行解釋的人 那注意哦 他把人分成身子跟心 其實心在原文是 他用numer 靈 所以他把人的兩部分 描寫是身跟靈 但是呢 有時候新的聖經 就像耶穌所描寫的 是身體跟魂 就是一個整權 是兩部分 所以得到一個結論呢 魂跟靈 靈基本上是同一字 就是描寫 the invisible part of being inside our body 然後我們中文呢 就翻得很棒這個字 靈魂 把它都包在裡面了 就是一個東西 靈魂 你不要像 英文呢 有靈、spirit跟soul 我們就是靈魂 反正就是都翻靈魂 soul也翻靈魂 spirit也翻 有時候翻心也翻靈魂 就對了 基本就是一個東西 不是兩樣東西 但西方的神學家 有些就在這個混掉了 就是靈的存在 魂的存在 所以一個人死呢 就很麻煩了 靈飛出去 魂也飛出去 身體在棺材 這是三元論的一個問題跟錯誤 那另外也要注意 這個soul啊 Nefesh 或是souquet 常常是表達 這個人的一個whole being 所以當他的魂出去了 就表示這個人死了 描織一個人 就是常常是 他用魂這個字來描織他的whole being 那麼最難解釋一個地方 我們只發一分鐘來看一下 傳道書第三章 看到傳道書第三章 21節嗎 解釋三元論的人很喜歡用的一個經文 知道嗎 一同來 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 瘦的魂是下入地裡 欸 瘦有魂啊 你看魂都會跑到地裡 魂好像是一個存在的東西 記住 在旧約聖經 包括新約聖經 常常用魂這個字 來表達他的whole being 就是他的存在 所以其實在節里是要表達 人是有靈的 是往上升的 不會消失的 但是動物基本上 他的身體本體 他的whole being 是埋在地裡面 入土消失的 所以這裡魂這個字 一定要小心 不要解錯 這個魂是指到whole being 指到一個人 弄在人的身上 就指到人的一個存在 指到他的self 譬如說我們看創世紀四十六章 再多看一兩個例子 四十六章二十七節 好 找到一童來讀二十七節 寒有約聖在埃及所生的兩個兒子 雅更加來到埃及 共有七十人 注意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存在的人 在原文是魂 有七十個魂 souquet 是refresh 這個魂這個字 所以記住魂這個字 常常是來表達一個人 或者一個人的存在 或者一個存在物 whole being 所以剛才讀到傳道書那邊 講到瘦的魂 是指到瘦的存在 在身體下到地裡面 消失 但是人的靈魂上升 人的靈上升 是表達這個動物跟人 基本的不同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說 這裡有提到魂 你看 動物有魂 這是佛教的理論 不是 動物基本上沒有靈魂 只有身體跟一些情感的功能 沒有一個 indestructible soul or spirit 沒有 否則就是佛教的理論 不能殺生 甚至有輪迴的幾種的推論 但是基督教基本上 不承認動物有任何的靈魂 只是一個身體功能的存在 否則我們真的是不敢吃雞也不敢吃豬肉 什麼都不敢吃 不能吃生的 不能殺生 好 只是關於這個 承聖論的一些基本我們要理清的 將來我們在系統上就會發更多時間 那正常的基督的生活呢 還是用這個圓圈來看的話呢 基本上呢 正常的是應該你的靈的功能 能夠掌管你思想情感意志 讓你的魂思想情感意志更愛神 更愛讀聖經 更愛禱告 更愛傳福音 而不是你的思想情感意志 東想西想的 也能夠控制你的身體 真的願意去幫助人 去施奉去傳福音 你的身體行為各方面都改變 但是不正常的基督生活呢 是你的身體 控制你的思想情感意志 一累了我發脾氣 一餓了 就像這個 這個 一掃賣了張子拳 咳了 為了一杯紅豆湯 張子拳都不要了 體控制你的思想情感意志 然後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呢 影響你的靈的功能 你的禱告能力也減少了 毒精領受歧視能力也減少了 鞍刺也減少了 就影響到你的属灵部分 這個就是不正常的 所以應該是要反過來 靈影響你的思想情感意志 影響你的身體 好 有沒有問題關於這個 簡單的成聖的 在我們生命中全面成聖的 一個圖表的說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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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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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已經講了 基本上只是一個物質的存在物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沒有所謂靈魂之所 對 對 所以呢 我剛才說 他們有一些情感 跟簡單記憶的功能 但是沒有一個 從神 口中的靈氣 如同創的人 吹到他 亞當裡面 成為一個 有靈的活人 動物沒有靈 沒有 Spirit 或者說 你叫做獸 沒有 所以剛才講了 Spirit跟獸是個同一字 都是描寫在他裡面一個 不會消滅的 不會認為肉體消滅 它裡面那個 indestructible indestructible part 會destroy 這個不能消滅的部分 有一個叫做靈 有一個叫做魂 或者叫做靈魂 動物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 面具有用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一種 就這個氣 這個氣進去 它就活了 當人們離開這個世界 就要把這個氣 要活 要活 不同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在圣经里面 唯独Melser神创到亚当的时候 透过神自己的灵气 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 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表示人的存在 是因着神直接把灵气 吹到它里面 但是动物万物 没有这个描写 灵的生命 它就成为一个有灵 living soul原文 这个活的存在 然后是有一个 这个soul在它里面的 这个soul是indestructible 不是说这个灵 它的灵魂还是存在 只是它被罪污染了 而失去了神的形象 也失去了良心的功能 但是还是有残余的良心的功能 但是它的灵的功能 跟神的沟通这部分的功能 是完全实施的 灵的功能 它的灵魂还是同一个灵魂 记住哦 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 你还是同一个identity 同一个灵魂 不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哦 the same identity 只是在灵魂的里面 这个灵的功能被苏醒了 对了不能function的 就是透过重生 regeneration 这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就让我们的灵的功能 开始慢慢恢复 魂的思想情感移植 也慢慢在改变 但是动物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没有这个东西的 从来没听说过动物的 动物会去崇拜神的 不会 它可以有情感 但是从来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的 没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跟俗性的 但是动物有感情的 有情感移植的 有基本的情感移植 as companion 有魂的功能 魂的功能 感情的功能 意志的功能 但是没有这个灵魂 没有一个 indistruptible being 就是不能 indistruptible being 这个要小心了 不是指到神的灵在人的里面 是指到神不与人同行跟同在 所以这段旧约的经文 千万不要解错 在人没有堕落之前 神的灵 可以住在我们里面 也可以离开 但当人堕落之后 就人与神的这个同在的关系就断绝了 其实从亚当堕落之后就已经没有了 就已经失去神这个内在的同在了 只能说神还在与人同在最多 不能讲到他里面的同在 记住 一定要回到创世纪 人一犯罪之后 神说你吃的就是必定死 他的灵生命的功能就死去了 但他的灵魂还存在 功能死去了 他的灵魂不会死的 甚至将来要丢到流行佛壶 也不会死的 勇佛的审判跟惩罚 所以肉体会慢慢死 但是 就是说基本上 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一个分界线 创世纪第三章 人类犯罪多了之后 他就面对死亡 但是他背叛神的时候 他里面那个灵的功能就已经死了 跟神的沟通的功能死了 神的生命属性也死了 反正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蛮有神的智慧 可以管理万物 通晓万物 给万物命名 但是多了之后的人 失去了几次从神来的知识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要靠观察学习 所以才要上课 那么辛苦 原来亚当是 懂万物的一切的心情跟特点 对了 至于人有灵魂 The indestructible being which is from God 是佛教的观念 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杀生 说不定你踩死那些蚂蚁是你的老祖宗 你是哪里晓得 他们有轮回的观念 有魂的功能 我们只能说功能 但是绝对没有一个indistible spirit 所以人的生命跟价值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 因为人有一个不灭的灵魂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 不要怕他 我们最要珍惜就是你 那个永存的灵魂 这也是为什么神爱世人 是因为人被创造之后是永存的 有神永存的属性 就是他有这个情感意志的功能 我告诉你 现在连robot都有了 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都可以创造感情 在一个robot里面 都可以把这个感情的emotional chip 放在它里面 It's nothing 但是robot不会永存的 懂吗 它没有灵魂的 很快你就会买一个机械狗 来跟你去露狗了 我告诉你 它会听话 它会跳在你怀里 会抱你的 会跟你讲话的 我告诉你 这种的emotional chip 已经在做了 一点都不困难 这种感情的表达 它会跟你笑 它会跟你跳 所以我这个圣诞节想来想去 买什么玩具 给两个孙子想了很久 买了两个robot 会讲话的 其实这是artificial AI的这些创造 现在在中国也是多的不得了 这种会讲话的哇哇 你可以问他问题 然后你叫他跳 他就跳 你叫他问一个问题 他就给你回答 聪明得很 所以现在的小孩 跟我们以前玩的玩具不一样 现在他们就玩robot 好 所以 我们成长的过程 有很多佛教的背景 或者是中国文化的背景 基本上 我们好像都觉得 动物有灵魂 有魂 但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观点 否则就很容易 就进到佛教的一些想法里面去了 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翻开我们的讲义 我们开始要进入一个很重要的 要了解 这个成圣的本质 the nature of sanctification 更要了解 这个agent of the sanctification the source of sanctification 这个成圣的来源 要搞清楚 绝对不是单单从我个人的努力 这个成圣的能力跟来源 基本上 圣经是给我们一个天人合一 的一个观点 人去努力 用神定规的方法 或者叫做means of grace 施恩的方法 但是这个施恩的来源 成圣的来源 基本上是神恩典的工作 所以 你看到在讲义里面提到 就是 在我们读一下几段的经文 第一段经文在贴前第五章 好 找到一头来读 在前面 第五章 二十三节 看到吗 是谁使我们全人成圣啊 神亲自使我们全人成圣 要希伯来书十三章 一头来 是谁 是谁 在善事上成全我们 叫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 是谁啊 主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是 这个修理干净 就是成圣的事情 是谁 要我们被修理干净啊 天父 我父是债培的人 看到吗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 他就减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什么 修理干净 神要继续的炼净我们 使我们成圣 所以看到 基本上 成圣的工作 的A群源头 是神的恩典 所以今天 假如我们能够胜过罪恶 我们在成圣的道路 多结了很多果子 我们一点都不敢骄傲 是天父的债培 是主耶稣的工作 更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 成圣 基本上 不能离开 一个基础 就是与主 联合 灵教的结果 我们一种读 约翰福音十五章 所以完全是 主的恩典 我是葡萄树 所以你要得着丰盛的生命 你要多结果子 基本上是因着你 什么 与基督 生命的连结 更多的亲近他 仰望他 在灵里面 知取葡萄树 主耶稣基督 一切的丰富跟恩典 我们需要不断地亲近神 不断地住在他的里面 在多结果子 那第三 是主食下 丁死的功劳 那我们一同来读 这个罗马书第六章 第六节 一同来 那这个实价 丁死 跟我们的老我 被丁死 有什么关系呢 你发现呢 这个老我丁死呢 不但在罗马书 第六章讲过 再读下面 加拿大书第五章 一同来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前行事欲 同定在石下上 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耶稣定在石下上 我们都非常清楚 是为我们的罪债 定在石下上 对不对 替罪带死 他是 带罪的羔羊 对不对 但是 为什么 罗马书第六章 跟加拿大书第五章 却又提到 我们的旧人 老我 居然也定在石下上 这是什么意思 了解这个真理 你就了解石下 对成圣的大冷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一本书 就是正常基督生活 尼陀生很多书 比如说 熟灵人是他太年轻的时候写的 写的很多篇唱 但是正常基督生活是他比较成熟的时候 去英国 讲道的时候 神感动他 这本书其实是他在英国伦敦讲道的讲稿 原文是英文的 先讲给外国人听的 后来在 他自己在改写成为中文的 这本书就很有价值 里面讲的东西 我整本书读完 真的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作品 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讲了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其实整本书的中心 就是讲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你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生活 正常的基督生活 一定要先进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因为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是官府对付你的老我罪性 记住啊 成圣有两方面 记得我们不是讲Kadash 这个西伯来文吗 Kadash 记得吗 Kadash这个字呢 在西伯来文里面有两个含义的 一个是什么 To cut 一个是什么 To shine 消极的部分 一个成圣的人 消极的部分 就是要把他的老我罪性 不好的东西叫什么 切掉 Cut off 钉死 对付你的老我罪性 这个罪的污染 第二部分 才是什么 To shine 把基督的生命 俗性 就是彰显出来 照耀出来 那个美德的shining 表达出来 就是保罗所说的 脱去救人 穿上信任 这些信任就是有神的真理 仁义跟圣洁 to shine 就是要 刚才我们读到了 Louis Berkoff 讲的 成圣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renew 你记得这句话吗 the image of God image 记住 拉丁文是很重要的 Imagodai Image of God 成圣 分开两部分 to cut 就是钉死老我 切掉 不好的东西 to shine 佩戴基督的生命俗性 能够 荣耀基督 有一个非常美丽 闪耀的生命 佩戴基督的生命 所以 利陀生所写的正常基督生活 基本上 他就是处理这个入门的 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怎么样去 丁死 我们里面的老我最新 他整本书的重点 就是要说明 如何 丁死老我 那 怎么丁死老我呢 是否说 躲在家里面 拼拼地祷告 主啊 我里面有贪心 我现在把我的贪心 丁在十字架上 我里面有败坏的情欲 我现在丁在十字架上 我拼拼地丁了 丁了丁了 还是丁不死 利陀生 他自己做见证 很有恩赐 师父也很有果效 但是他自己心里 知道里面的 他里面的那种情欲 骄傲 败坏 没办法丁死 怎么克制自己 是一个修养 把他压下来 但是没死 头颜接到会挑出来 你懂吗 没有人的时候 里面那些败坏的情欲 思想 骄傲 致富就出来了 又压下去 不应该这样 不可以这样 这是他过去用的方法 压下去 用自己的意思 丁了丁了丁了 其实丁不死 你是老姐 你能够丁死你的老我 结果他说有一天 他自己灵修 读到罗马师第六章第六节 他看到丁死的亮光跟方法 他说他高兴到整个跳起来 你知道他读到什么吗 尼多生很聪明 他学希腊文 所以他灵修读经的时候 跟马丁路德一样 读希腊文圣经 你知道他当天灵修的时候 读的希腊文圣经 罗马师第六章第六节 有两个重要的动词 看到吗 我们刚才不是读罗马师第六章第六节 我们再来翻到罗马师第六节 假如你有希腊文的圣经 你就会对照到了 好 我们再读一次 罗马师第六章第六节 一同来 好 先把这个知道这个字画起来 知道 第二个字 把那个童丁 那个老我童丁 童丁这个字画起来 哦 希腊文刚刚考完诗吗 Ginokomai 还记得这个字吗 知道 Ginokomai 还是忘忘了 Ginokomai 这个字 就是 产生这个present participle 变成Ginokomai 我们一同来读 Ginokomai 原来这个知道我们合本圣经翻不出来 其实这原文圣经 它是用一个present participle 是knowing 所以我们NIV圣经翻得比较好 用knowing of our old self 是用一个不断地继续的时态 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老我 我们要不断操练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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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知道 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 知道 我们的老我罪性啊 与基督同丁 这个同丁这个字啊 在希腊文是 sune staurothi 是用一个过去时态的 Aris passive 是被动的 你的罪性被 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钉死的时候 已经钉死了 是用过去时态 所以不是你现在用你的意思才能不能钉 所以难怪钉不死 耶稣基督 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不单单为你的罪债 钉在十字架 付了代价 也为了你的罪性 同死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就说耶稣基督 不单对付了你的罪债 也对付了你的罪性 你的罪性 其实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已经 原文是 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已经钉死在那边了 但是你想 为什么我不能 经历到那个老我钉死的果效呢 跟你 信耶稣得救 一样 你要 知道耶稣为你的罪钉死 你要相信 知取 这个事实 耶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你相信 知取这个事实 你的罪才什么 经历得到赦免 否则耶稣基督的赦免 永远是客观的 不会成为你主观的经历 所以你需要心理伤信 你需要接受 我伤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了 祂 使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念 听懂了吗 所以你的罪是怎么被对付 得到解禁的 因为你知道 伤信 算告 知取 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了 懂了吗 同样的 你要知取这个罪性的钉死 也要 如同罗马书所说的 不断地知道 伤信之取 什么时候里面有骄傲 什么时候里面有败坏的情欲 我马上就 伤信 而且知道 算告 我的败坏的情欲 已经与基督定在十架上的 这个情欲的罪生灭绝 我不再做情欲的儒谱 当你这样去知取 宣告的时候 你都经历到 老我的定时 罪性传销 如同你知取 你的罪在传销一样 懂了吧 但是 尼多圣说很可惜 大部分基督 只知道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对付了我们的罪债 我们只知道这个 却不知道 也对付了我的罪性 你懂了吗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 怪不得圣经里面 原文要用这个 knowing present participle 什么时候 罪性在里面发动 贪心也好 一个 忧闷也好 你就要仰望耶稣的死者 我里面的骄傲 我里面的忧闷 我里面的depression 我里面的败坏的情欲 已经与戒毒同定十字架了 我不做这个骄傲的 儒仆 这个骄傲的罪生 在我里面灭绝了 你叫仰望十字架 酸稿 知道之取 你就经历到 这个得胜 老我罪性 的能力 也就是当年 尼多圣读到这个经文 哇 他仰望十字架 是 我知道 我的骄傲 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我里面的败坏的情欲 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他马上经历到 那个十字架的大能跟释放 如同你 伤心 知取耶稣 在十字架 为你的罪而死 你罪在传销 那种的经历 看到了吗 对了 进行生 对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你的罪性 来 迷惑你 你就要仰望十字架 宣告 知道 我的 骄傲 我的 勇猛 我的 任何的罪性 你就仰望十字架 知取十字架 叮死 这个罪性的能力 你就得到十方 对 所以这个程度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原文是用不断地知道 不断地知取十字架的能力 同时 要相信 已经 所以我们接力中文圣经翻得很好 我们的旧人 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所以 十字架 两方面的恩典 如同一横一指 对付我们的罪债 假如耶稣基督的死 只对付了你的罪债 就如同 一个法官 宣派一个罪人 我先赦免你的 你可以出去了 但是出去不久 这个人又去杀人 又犯罪 又回来 又判死刑 有什么用啊 耶稣基督不但赦免我们的罪 也把对付最新的能力 给了我们 也在十字架上成全 所以 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是一个成圣的入门 从消极的角度 成圣的消极部分 How to cut your old self How to cut off your sinful nest Roman chapter 6 It's the starting point 六章六节 那历总圣就从这个梁瓜 写了一本书 所以这本书你们要看 所以在我们的指定参考书里面 有要求你们去看的 不知道你们 已经看了没有 那个进度应该快到了 好 下课一下 过了 这本书就在这本书里面